在日本五彩缤纷的音乐界一颗星星诞生了 她的名字叫小百合 是一位拥有能够打动人心的歌喉的年轻女性 从小她就有一种天赋 一种将原始情感融入旋律的天赋 这种旋律能与灵魂产生共鸣 没有人知道这个声音甜美的女孩 很快就会俘获数百万人的心 她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一条注定要走向伟大的道路 一条由她音乐的空灵之美铺就的道路 小百合被她崇拜的粉丝们称为酸欠少女塞育里 意思是缺氧少女小百合 她选择的艺名反映了她音乐的忧郁之美 她的歌曲往往带有一丝悲伤 与一代人Grappling with Complex Emotions产生了共鸣 她为热门动漫系列配音迎来了事业的重大突破 她赋予生命地点绕心头的旋律 立刻成为热门歌曲 巩固了她作为日本音乐界冉冉升起的新兴的地位 随着小百合的星途不断上升 一段新的旋律进入了她的生活 爱情 她在同上音乐家天兰的怀抱中找到了慰藉和陪伴 天兰理解她灵魂的语言 他们对音乐的共同热爱开花结果 成为了一种深厚而持久的爱情 证明了音乐连接心灵的力量 2024年3月 他们交换了试言 全世界的粉丝都在庆祝这纯粹的喜悦时刻 就在小百合似乎找到了真正的幸福的时候 命运却跟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一种阴险的疾病 开始给她的生活蒙上阴影 一个无声的敌人 威胁要夺走她最宝贵的礼物 她的声音 小百合被诊断患有功能性发生障碍 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 这种疾病影响了她说话和唱歌的能力 迫使她无限期地离开了她深爱的舞台 小百合患病的消息 在她的粉丝群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曾经充满她强劲歌声的充满活力的舞台 如今变得一片寂静 全世界的粉丝都平住呼吸 祈祷她早日康复 在这一切中 小百合始终坚强 Clinging to the hope of returning to music 她的丈夫天然一直是她力量的支柱 她的爱在逆境面前坚定不移 第六部分 丈夫的悲痛 世界的哀悼 然而命运另有安排 2024年9月20号 全世界都收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 小百合在28岁时去世了 她与病魔的斗争结束了 在她爱的人心中留下了一个空虚 天然强忍悲痛 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 她饱含悲伤的言语 讲述了小百合的坚强 她不屈不挠的精神 以及她对音乐的热爱 第七部分 旋律的回响 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小百合去世的消息 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所到之处 都留下了人们的悲伤和难以置信 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 都在哀悼 这位独特天才的陨落 她的歌声 曾经深深地触动了她们的生活 社交媒体平台上充斥着对她的悼念 每一条留言 都是对小百合持久影响的证明 谢谢你小百合的标签 在网络空间回荡 这是人们对她音乐的馈赠 表达感激之情的集体表达 小百合的音乐 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组合 它是一种情感的传递 一种心灵的共鸣 她的每一首歌 都像是一段旅程 带领听众穿越喜怒哀乐 她的声音有一种魔力 能够抚慰人们的心灵 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力量 她的离去让无数人感到心碎 但她的音乐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 小百合不仅仅是一位歌手 她还是一位灵感的源泉 她的创作过程充满了激情和奉献 每一首歌都是她心血的结晶 她的音乐风格独特 融合了多种元素 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听觉体验 她的歌词 深刻而富有诗意 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 她的每一次演出 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让观众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和美丽 小百合的影响力 不仅仅局限于音乐界 她还是一位慈善家 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她用自己的影响力 帮助了无数需要帮助的人 成为了许多人的榜样 她的善良和无私 让人们更加敬佩她 爱戴她 她的离去让我们失去了 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但她的精神和遗产 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一起屏记她的音乐 铭记她的善良 铭记她带给我们的美好时光 谢谢你小百合 第八部分 她的音乐 她的传奇 尽管小百合的职业生涯 短暂而辉煌 但她的音乐却在日本 乃至世界乐坛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她的歌曲 以其原始的情感 和紧绕心头的旋律 超越了语言障碍 创造了一种心灵相通的通用语言 她的遗产 超越了她的音乐 人们将记住她善良的心 她爽朗的笑声 以及她在逆境中 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 第九部分 在共同的记忆中找到力量 在我们为失去小百合而悲伤的时候 让我们在她通过音乐创造的记忆中 找到慰藉 小百合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 她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她的音乐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个难忘的时刻 她的声音曾经是我们心灵的避风港 她的歌词曾经是我们心中的共鸣 每一个音符 每一句歌词 每一次发自内心的表演 都在提醒着我们 她那坚韧不凡 以及音乐治愈和团结的力量 她的音乐不仅仅是旋律和节奏 更是她心灵的表达 是她与我们之间的桥梁 让我们记住小百合灿烂的笑容 她充满感染力的活力 以及她对音乐 他的每一次演出 都充满了激情和真诚 她的每一首歌 都充满了情感和故事 这些记忆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成为我们慰藉和灵感的源泉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 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 小百合的音乐 总能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 她的精神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她的音乐将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回荡 让我们在这些珍贵的记忆中找到力量 继续前行 带着小百合的精神迎接未来的每一天 第十部分 最后的话语 永恒的印象 小百合的旅程也许已经结束 但她的音乐将继续在时间长河中回荡 她的声音虽然已经沉寂 但在那些爱她的人心中 将永远引起共鸣 在我们告别这位非凡的艺术家之际 让我们永远记住她 让她的音乐继续激励我们 提醒我们世界上存在的美好 并鼓励我们以她所体现的同样的热情和真实 去拥抱生活 小百合不仅仅是一位音乐家 她是一位灵魂的歌者 她的旋律如同一阵温暖的风 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 她的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深刻洞察 和对人性的真挚情感 每当我们聆听她的音乐 我们仿佛能感受到她的存在 感受到她那颗充满爱的心 她的音乐不仅仅是音符的组合 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一种心灵的共鸣 她的每一首歌都像是一段旅程 带领我们穿越时空 探索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 她的音乐让我们感受到 爱、希望、悲伤和喜悦 让我们在她的旋律中 找到共鸣和慰藉 小百合的影响力 不仅仅局限于她的音乐 她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无数人 她的坚持和努力 她的真诚和热情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她用她的音乐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 勇敢追求 我们也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在这个告别的时刻 让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 铭记小百合带给我们的美好 让她的音乐 继续在我们的生活中回荡 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 让我们以她为榜样 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小百合永远在我们的生活中